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有一些习俗呢 就包含了有一些典故 然后各种各样的混在一起的啦 包括一些文化方面的啦 可能一些宗教方面的啦 甚至一些风水方面的啦 好 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 观众朋友谈一谈 关于这些新年初一到十五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习俗啦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去看一看在大年初一呢 有什么禁忌和习俗是我们一定要尊崇的 华人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但是在这一个充满欢乐的日子 却也是禁忌最为繁多的大日子 既床前拜年 若被拜访者卧床未起 必以为大不吉利 来年内将有病灾 既打扫 大年初一这一天最重要是去采 不能洒水 扫地 倒垃圾 那是因为水和土被视为财气 垃圾和粪便则被视为肥水 撒扫和倒垃圾将会把财气给扫走或倒掉 导致肥水外流 所以垃圾都要等到年初三才能倒掉 既吃荤 据说在这一天内吃树 其功德等于接下来的一年内也不吃肉 这一天除了要吃树之外 主要是吃甜食品 如水源 米花 油团等 或者只在晚餐吃一些荤菜 一般人认为在这一天讲粗话 代表以后常年都会讲粗话 也不许打人骂人 挨打挨骂 也会被视为摔 以后经常会挨打骂 所以人们认为这一天只能讲吉利的话 就正常的是要在这一天遭遇失败 整年都会经常遭遇失败 这一天倒霉 那接下来的一整年也会跟着倒霉了 计压岁钱为奇数 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 金额必是偶数 计为奇数 否则就是不吉利 计啼哭 啼哭被认为是带头踩 肇事疾病或凶 所以大年初一这个美好的开始 这一天内要笑脸迎人 原来大年初一有这么多的禁忌 就尽量要吃素 不可以吃货 还有要说好话 那除此之外 老师 还有什么事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 很多人说年三十晚都很累了 很多人很夜睡 年初一的时候希望睡得晚一点 可以休息的够 那大年初一其实我们不鼓励说能够睡得很迟 可以的话就尽量要早起 就好像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那么在年初一的时候可以的话尽量早起 沾沾好的那个所谓的朝阳 那么从晚早起一年到头就好到年底 从年头好到年底 另外呢 很多人说也喜欢有一种睡午觉的那种习惯 平时有睡午觉的习惯 那么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尽可能是不要睡午觉 为什么呢 如果有朋友来找你 他们去到你的房间 会找你说 Jane 起床啦 你还在睡觉啊 那么给人家感觉就不好嘛 好像很懒散 很懒散 好像没事情做这样 从第一天就没事情做 那么可能是说一整年代表说一整年是一种不好的医头 不好的医照 那老师 其实我们在大年初一我们通常都会出去拜年嘛 有没有说要拜年的时候要特别找一个凉成吉时去拜年 讲到这个所谓凉成吉日啦 年轻会就是吉日啦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凉成呢 好的时程呢 好的时程是在早上的五点到早上的十一点之间啦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如果我们能够趁这个时候把 做那个时机啊 从家里往外去走一走啦 逛一逛 比如说往东方 或者往这个东南方 都是有着所谓的贵神 洗神的方位啦 什么叫贵神 什么叫洗神呢 贵神就是贵人啊 贵人就是说我们往东方或者东南方去走走 遇到贵人 洗神是开心的神 洗神是可能遇到一些好的 比如说异性的朋友啊 有些喜庆的事情啊 这些都是说能够在第一天能够沾到这些喜气就很好了嘛 年初二 到年初二这一天也是狗日 家家户户都准备开年 开年也是新年内第一次进行祭祀仪式 拜祭祖先 在传统上 这是一个受到重视的日子 家人一早起床准备丰盛的开年饭菜 祈求一年内一切顺利 这一天也是初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 如果初嫁女儿是在年初一回娘家的话 也会对娘家不利 会痴穷娘家哦 年初三 民间俗语常说 初一早 初二早 初三睡到宝 这是因为大家在年初一 年初二忙到筋疲力尽了 初三是可以好好休息的一天 可以晚起床 补补前两天的睡眠 长保健康 年初三也是盛穷日 客家语则根据盛穷两个字的谐音 称此日为三重日或深重日 福建人也有相同的说法 以为这一天是穷鬼日或称为赤鬼日 民间船进入元旦后 人们至少要等到初三才能扫地 在此日把家中的垃圾或向外清理 或倒入沟渠里带有把穷鬼清理出门的好一头 在大年初一呢 我们就尽量吃素 比较提倡不要杀是吗 那在大年初二呢 我们就可以好好地饱餐一顿了 也是所谓的开年 好 那老师哦 其实大年初二呢 为什么会被列为开年呢 大年初一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禁忌嘛 对吗 那么很多人呢 就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可以啊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那么进入年初二的时候 就好像要放肆一点了 希望就是说能够饱吃一顿啊 然后就唱饮一番啦 有朋友来的话 或者亲戚朋友啦 家人啦 在一起就是吃得好一点 吃得舒服一点 希望一年到头呢 会有一些所谓好的一些 所谓那个收获啦 有个丰收啦 那么年初二呢 就是没有所谓的禁忌啦 杀鸡啦 仇神啦 等等啦 那么呢 在这个年初 也很多人呢 就是要去 要去拜年啦 或者一些 那些 就是出家的女儿啦 会跟丈夫啦 或是女婿啦 跟老婆啦 那么一起去娘家拜年啦 那老师其实有没有说 回娘家了 要特别选一个时辰呢 当然啦 做每件事情的话 能够找个好的时辰来做 就是更好啦 那么在今年呢 年初二 好的时辰呢 是在早上的这个 7点到11点之间 还有另外一段时间呢 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 那么这段时间 如果是从婆家出门啦 往娘家去拜年呢 是很好的 嗯 所以呢 还是要选一个 良辰及时喔 这样子呢 就可以带来多一点那种喜庆了 是不是 对 增加那个增添那个喜庆 那如果是年初三的话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 这一天也叫做一个赤狗日喔 对 有真的讲赤狗日 也有人讲是说赤口日 赤口日 赤狗又讲 也有人说是叫做赤平日 这一天呢 就可能啦 很多人说 这个时候这一天呢 年初三 就很多人会 会比较说 脾气比较暴躁 那么呢 很多人就不小心 一些口臭狂源啊 或者是讲一些不好的话 可能引起一些争执啦 很多人这个时候 就不喜欢去拜年啦 尽可能是避免去拜年 或者是探望朋友啦 只是在家里 乖乖地待在家里 很多人说 出山呢 要早点睡觉 那么以前呢 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出山就是 这么老鼠 架 架女儿的这个日子 对 我有听说过 老鼠架女儿 可是它其中那个典故 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你看到古时候啊 就是很多人在家里 就躲那样的粮食啊 米啊 什么躲着粮的嘛 那么如果是家里的那个 比如说老鼠繁殖的多的话 就会破坏 那些粮食啦 老鼠咬啦 吃啦 就破坏了嘛 他们会来偷吃 对 会来偷吃啦 那么在这一天呢 如果是早点睡觉 就把灯溪了 老鼠就看不到 就嫁不到女儿 那么它就繁殖 就没那么多啦 那么粮食 不会那么容易 被老鼠去破坏 所以初三呢 就要早早的睡觉 好好的休息 那等到初四初五的时候呢 可能呢 有些朋友啊 就已经开工了 或者是你们可以继续去拜年 所以初三呢 就要养精蓄锐啦